临终三随 是指人断气之后 投胎转世所依随的现象 三随就是随重 随习 随念 随重 就是随重业 一个人生前所做的 若是重的恶业 那么一断气 就及时堕入地狱 甚至还没有断气 神识已经到地狱受刑罚 看起来他是躺在病床上 受病苦折磨而哀叫 其实神识已经在地狱 接受刑罚了 如果这个人在生时 做了很多善事 应该升天或再出事做人 享受富贵 那么一断气就会升天 或出生在人间 不经过中阴神 随习 就是随习惯 一个人平生没有做 特别重的善事或恶业 但是 他平常有某种习惯 死后 自然就随着这种习惯 去投胎转世 随念 就是在生时 没做什么重的善恶业 也没有固定的习惯 但临终之时 特别念着某种境界 那么 他就会去那种境界里 投胎转世 比如临终时 非常专一思维 善的道理 那么 他断气当下 就升天 或继续做人 来享受 善的福报 若断气的时候 突然生起 非常称恨的念头 往往都会堕入 三恶道 或是做 毒蛇猛兽 如果 一个人平生 没有学佛 修行 但临终时 有人为他助念 教他念 南无阿弥陀佛 引起他念佛的心念 这样 他命中 就会往生 极乐世界 而且是 阿弥陀佛 亲自率领着 观音 世智等 清净大海众菩萨 浩浩荡荡地 来前迎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